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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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 拿这些干草来做一些雕塑品 其实草是很容易雕塑的一种 这里我就拿了一把上来 稍微把它捏一捏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一个大狂蜂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昆虫 它基本上身体都会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头部 第二就是它的整个身体部位 然后最后那个部分 就是属于它的屁股 中间那个部位是属于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连接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头部跟尾端 都是连接着中间这个部分 再来昆虫有六只脚 还有翅膀也是连接在这个中间的 那这干草我提一些出来 之后一路捏就一路用这个彻翼的线 把它捆绑上来 因为草骨干之后就会变成比较褐色的 那我们用的这一个线呢 也尽量就是靠近它的颜色了 滚绑好多线之后呢 已经是差不多成型了 那好现在我来收尾了 就直接用这个线呢 穿过另外的一些线 把它穿多几次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扭断了 好了现在呢稍微再跟它按一按 就成型了 差不多像一粒眼球霜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中间这个部分呢 总算是做好了 好做好之后呢 我把它放一旁吧 现在呢我来做这个 它的屁股这个部分 好再起一些草出来 这草呢是有些长有些短的 没关系 就直接把它挤一些出来 自己拿捏吧 就大概一大搓这样 然后稍微的把它按一按 其实屁股呢 就有点像这个萝卜形状 前面是水比较圆的 后面是水比较尖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路把它塑造的时候呢 一样的一路用线 慢慢的把它捆绑 如果那里觉得骨干的草不够呢 可以再拿一些 你看绑一绑 稍微按一按就成了 是不是像一个大萝卜呢 一样的绑完之后呢 就是收尾的阶段 来把它穿过去之后呢 这个线呢就可以拿走了 OK尾巴就做好了 好现在我就来做昆虫的头 这个部分了 那昆虫的头呢 一般上就是有一点像三角形的 大约就像有一点 日本饭团吧 大概是三角形 然后有一个相当的厚度 其实艺术无阶线 不一定要做出很高品位 或者是很贵重的一个雕塑 雕塑可以用很珍贵的衣食 或者金啊 这一类的来做 那也一样可以用 最不起眼的东西 在我们家周围 你看到什么呢 尤其是一些环保的瓶瓶罐罐呢 如果你会雕塑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作品的 好现在头这个部分呢 差不多已经是算完成了 那你看看 大概就像这样吧 OK有一点三角形的 左右边是有一点微眼 然后下面呢 是一点比较尖哦 那个是我们做嘴巴这个部分 好那你看我们基本上三个地方接上来的时候呢 头部中间还有尾端哦 就是这样的了 嗯我们要做的 让它能够有一种松度哦 可以有一点弯来弯起的 好那我就把它放一边先 现在呢我要做两立眼睛 一样的那一搓炒出来 稍微把它搓远一点 再用线呢把它绑一绑 OK这样就形成了两立眼睛了 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呢 嗯好那现在呢 我就把这两立眼睛大概放上来给你看看 哇你看像不像螳螂的一个头部 很漂亮很特别啦 现在呢我要剪出三段的这个铁丝 来做它的脚 每一段大概是40cm左右 然后两头呢都把它熬一个弯 以便在我们放上这个骨干的草 然后再绑上线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不会溜走或者是脱落了 那这铁石的直径呢 也差不多是2mm左右的 比较厚实一点 因为它到时做上来会比较硬挺 那好现在呢我就顺着 哪一些骨干的这个草呢 把它转上这个铁丝上 然后一路呢就用这个线把它捆绑上来 那一路绑就一路缠绕着骨干的这些草 大家就这样吧 一路卷卷卷卷 好了那现在呢就像一条长长的 总共我们就做了三条 因为这个昆虫呢有六只脚 就是三对了 三对的脚 那一只就是一对 我们把它中间熬完之后呢 然后在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是左右边的脚 把它熬成好像一个M型或者是一个W的形状 这样就可以了 铁丝呢也是一种很好塑造成品的一种东西 你可以把它熬弯熬直都好 好那现在我在拿一个比较长的铁丝 因为我要把头部还有它的身体这个部位及尾端呢 串上来 把它连接上来只用一根铁丝就够了 然后一样的前面呢我先把它熬个弯 然后它才不会溜出来嘛 然后现在呢插入了两个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尾端了 插的时候要尽量小心不要插到手 好三个部分都连接上来了 最后这一边呢如果铁丝太长的话呢 可以剪短一些 那剪短之后呢 后面还剩下的就可以把它熬去上面 熬来前面 然后再把它呢插入这一个骨干的草里面 那我们就不会看到这个铁丝了 把它藏起来 前面这一边也一样 再稍微把它拉紧一点 再把它熬一下 然后呢再把它按入里面 这样呢整个就做好了 三个部分黏在一起也不会露出来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这两粒眼珠把它串在这个头部 左右都一样 从左边串到右边去 然后再把这个铁线呢稍微熬一个弯形把它插入里面 好这样呢两个眼睛也接上来了 整体的对称还好吧 还很不错 那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三对角呢把它装上来 因为我们有熬一个M型嘛刚好有一个弯哦就刚好可以扣在这个中间的身体这个部位 一样的用一个比较短一点的铁线呢熬一个弯哦可以把它插过去呃这整个圆圈中 然后把它勾住啊这样呢呃一个脚就不会掉了哦左右边都把它勾在一起 然后另外两对脚呢也是同样的做法哦 记得如果你是呃拿钳子的话呢呃尽量不要夹到手 好了之后呢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脚这一方面 哇你看看有点像蜘蛛哦 不过蜘蛛是有八只脚就是四双腿啦 昆虫呢只有三对角哇你看了是不是有点恐怖呢 其实这种雕塑品都很容易做哦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孩呢都可以自己尝试做不难的 好现在呢我就要做昆虫头部的这两个两只Anteno就是它的感应器了 这两只感应器呢有一些是比较长好像伏蝶的就比较长 那比如说蚂蚁啊这一类的或者是昆虫呢有一些就比较短 小时候有做过试验哦把这个蚂蚁的感应器把它拔掉呢 而结果呢 他们就会互相残杀因为他就认不出对方是谁了 或者对方看他没有感应器的话呢就感应不到嘛 就会失咬这个没有感应器的另外这一只蚂蚁 我本身是一个大自然爱好者 当然小时候呢也很调皮很喜欢跑到树林去玩啦 偶尔呢也会研究一下这些小昆虫小动物的 做这两只感应器一样哦就是用铁丝把这些草呢卷卷起来 然后再用线绑上来稍微把它插进去头部这一边呢 再把它熬一熬就成了嗯呃这一只看上来是不是像一只大蚂蚁呢 其实蚂蚁类跟狂蜂啊或者是其他的呃动物呢都差不多相似 只是说蚂蚁本身是没有翅膀的 不过成年之后的蚂蚁呢是会长出翅膀的 我们就叫他为蜚鱼 你看看是不是很恐怖哈哈哈哈 蛮好玩的哦嗯下面呢是长得这样的 然后从上面看下去呢又是另外一种角度 ok呃因为我里面呢只是插了一只铁线 所以它是软软的好那现在呢我就要来做这一个狂蜂的翅膀了 首先呢我拿的这一只铁丝是比较长的 大约呢是有呃一米二左右 我把它从这个中间这个部位插过去之后呢 把它分平两个部分 然后呢再把它熬个圈哦 之后呢再把它稍微塑造一下 嗯然后再把尖的这个尾端哦 再把它插入里面那一只翅膀呢就做成了 好那现在呢呃另外一边的翅膀也是一样把它熬一熬 然后稍微把它塑造一下哦 看呃你要的那个形状到底是怎样的 之后再把尖的一旁插进去就可以了 有了这个铁丝做框架之后呢呃我这里拿的保鲜纸哦 就稍微把它包上来 这样就成了这个翅膀的膜 在整个铁丝的框架呢也可以长一点胶水 这样呢呃整个保鲜纸就不容易脱开了 那好了之后呢也可以用这个marker pen 稍微画一些纤维类的呃这种呃呃翅膀的骨夹啊 大概就随便画也没关系啦 嗯就这样画画一下吧 嗯就好啦 如果你要想呃 mobile су dre 呃如果你要想呃呃让这个双秤根 град开一点 也可以稍微拉一拉 fell down 嗯整体上就好啦 如果你要再跟它稍微调整一下也行 OK 枕制就做好了 哇 你看是不是很恐怖呢 蛮好玩的 其实做枕制这个东西呢 我大概是拿了一个小时多两个小时吧 从一个不起眼骨干的草 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雕塑品 看上来是不是很有看头呢 外面从刚才一开始做到现在还是下着以后 你看你还可以听到沙沙声的 相信你还可以听到青花叫 其实我家外面的是比较靠近大自然 OK 来 那我们来玩玩 好 那今天的雕塑品就做完了 我本身是一个大自然爱好者 喜欢艺术也喜欢繁保 偶尔也喜欢做一些主食的视频 谢谢您的关注 谢谢您